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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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炎炎夏日啊 你一定跟方雨一樣 一回到家呢 就迅速開得很冷很冷很冷 想要我趕快呢 非常的涼爽 不過下個月你看到帳單 也會覺得呢 心都涼了對不對 因為呢 這個夏天啊 電費真的很貴 不過呢 陳建南設計師 你有特別的小屁股 可以教教我們 怎麼樣呢 過一個很舒適很涼爽的夏天 卻可以省錢 對 我們在夏季節能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空間上裝吊扇 還有像電風扇 讓氣體 還有像循環部分 讓它溫度降低 那可以達到省電啊 還有節能的部分 那在每個月的話 帳單應該會有很顯著的 往下盪 對 因為你這個方法 其實我也聽過很多朋友講 不過剛才講到 電扇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呢 大家其實現代人 都會買電風扇 不過 吊扇那不是 古老時代那種 老扣扣的東西嗎 不會 我們在這個案例來說 現在的吊扇是 上都很簡潔很有力 那在白色的主體 還有在葉片上的變化 都已經跟傳統已經不一樣了 對 那像我們這個案例的話 葉片的部分 都是經由很精細的匠師去做 木質的那個質感漆漆 是 那在案子整個的話 它會讓空間更有簡潔更有力這樣 對對對 我今天進到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呢我覺得這個吊扇相當的吸引我注意 它可以成為家裡的一個很時尚的裝飾品 但是我想要問的話 現在的這個電扇 我知道已經做得很聰明了 吊扇也是嗎 對 低吸直流吊扇 跟現在傳統的交流電的吊扇 差別的部分是 它的馬達越來越小 而且它會更省電 那它的風速轉力又比較大 那可以達到省電的效果 難怪我看到它 你說馬達做得越來越小 所以它是很輕巧的 對 它非常的輕巧 而且加上它裡面有 十二段的LED的那個變化 那會讓用餐啊 跟其他時候 我們在做一些不一樣的 情境開關的時候 它有不一樣的變化 你的意思是說 例如我今天要在家裡開派對 我可以呢把它轉到 適合開派對的這個燈光 然後如果呢 我今天想要邀小朋友來家裡呢 辦一個讀書會的話 它的燈光也可以依照情境做不同的變化 對 它的變化非常多 總共有八段的變化 那都隨我們自己可以自由的調整 達到情境上不一樣的感覺 我真的沒有想到呢 現在的吊扇 除了它變得很聰明之外 它也可以成為我們居家一個 非常時尚的裝飾品 而且呢 還可以幫你省電喔 大家不妨有多樣的選擇性 無期望 可以 看到我們